剛才看到在台中有一個面臟 當時有紅磐姓郎昌 他本來裡面是發作 幾六次跟八英館 欠灰性的腦中風 醫生就表示 紅磐姓郎昌是這種主體 變一杯 那是嚴重發作 中火的風險 也是真相人的白杯 五少爺的中風之後 經過一年傳的治療 身體的狀況前漸漸在悔悅 不過起庭離到外長日 都比之前比較壞 他那也沒想到 也因為紅磐姓郎昌來映華中風 五少爺今年四十三歲 因為打開時就離喚紅磐姓郎昌 身體經常出現紅磐 骨頭到關閉 也沒人記名的湯痛 必須要登記醫療不來控制 不過因為工作很不容易 沒有按照醫阻 來給他手提吃藥 水到農村的一杯多重度 沒有再條控制 不然半年以來的 經濟處嚴重發作 半年之前還會影響中風 醫師表示 暗磐姓郎昌患者的中風紀錄 是正常人的八杯 其中出火性的中風 過得是高達一大一杯 那這些都會造成額外的產生 容易發生血管炎跟血栓的機會 那血管炎就是我們的血管會發炎 所以流的不順 那也沒有辦法維持血管的通脹 所以等於是開車 從這個八線道變成兩線道 醫師表示 暗磐姓郎昌是一款主體便利的一杯 由於身體便利系統 會錯誤來攻擊 主母的健康作戒 因此以化多重一杯 在發明的年連戰 大部分都在青重年的時候 醫師表示 在那裡便利丟著油物 以及抗血栓的油物來控制 還者也要定義來回建 來降機一杯多重度 記者 台東綜合報道